据韩联社报道 当地时间23号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江山宇表示 该党党首李在明在医疗小组的强烈要求下停止绝食 并开始恢复治疗 江山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李在明在绝食抗疫的第24天开始停止绝食 正式开始恢复治疗 治疗李在明的医疗小组强烈要求他停止绝食 因为继续绝食将严重损害其健康 他表示 李在明愿意与医疗人员协商讨论他的工作时间表 据此前报道 自8月31号起 李在明一直通过绝食方式 呼吁韩国总统以七月就破坏民生和民主道歉 反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并要求彻底改组内阁 绝食的第19天 李在明因健康恶化被送往医院 此外 9月21号 韩国国会举行全体会议 表决通过了对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拘留同意案 由此 法院将对李在明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 22号 李在明呼吁共同民主党全党团结一致 共同抵御检查机关独裁政权的一意孤行和退步 守护民生和民主主义 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称 李在明可能会出席26号进行的拘捕必要性审查 如按计划进行 届时 李在明将离开医院前往法庭 韩媒指出 韩国政治正走向惊涛骇浪 东亚日报分析表示 如果拘留同意案后续被驳回 那么没有民愤的政治调查 将使李在明及其共同民主党重获支持 同时检查机关的调查动力必然会下降 李在明将有机会恢复政治领导地位 并采取反击措施